巧克力 巧克力其實是我們就是日常在熟悉不過的這個食材 那我們想要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課程 讓大家能夠去清楚的去了解 可可到巧克力這個製程是怎麼製作的 那越來越熟悉巧克力是不合的製作 那能夠去細細的去品嘗 有完各個不同產區的巧克力 那我們店裡也有那種遺安的在地的特色茶 加上台灣的可可豆 然後製作出一款比較創新 然後比較能夠細細的品味 不管是茶或是可可的這種巧克力 那希望大家能夠度過這次的課程 能夠來了解巧克力是怎麼製作 那回去之後也可以慢慢的去品嘗巧克力 這次的推廣課程呢 最主要是讓大家去了解就是可可的一個計時 然後包含能夠自己親手共手去製作 就是一個簡單的巧克力 因為我們透過研磨的方式 然後製作成一塊百分之一百甚至到百分之七十 可以調整一點簡單的甜度的這種巧克力 然後也可以讓大家帶回去 能夠跟大家一般的朋友 去分享自己製作的這種巧克力 那不管是從做也好 學也好 能夠帶一點東西回去 那希望大家能夠同時來參與 身在宜蘭可以說是非常幸福 我們Reverf巧克力的老闆 他即將在我們的這個10月28 12月2號以及12月12 連續三個週末 進行我們的巧克力製作的一系列的教學 Reverf巧克力呢 他的老闆 在之前呢 在雅開地區的世界大賽巧克力競賽當中 也獲得了一部牌 那身在宜蘭有這個機會呢 也鼓勵大家 多過來參與 伊安市育成廠商 我們瑞伯甜點工作坊 主要是在巧克力的延產上面 旅貨家機 曾經也獲得我們世界巧克力大賽 上面優秀的獎項 這次也推出相關新的系列產品 那這種新的這個甜點美食 要融入在巧克力裡面 來做最好的一個推展 而且啊 我們可以看到這次的課程啊 都是免費啊 大家可以共同來這個參與 我們看到我們的育成廠商 能夠在創業裡面上面 發揮它的創意 而且啊 用我們這一種 大家都喜愛的巧克力甜點 來作為它聯發的相關的一個利率啊 這也是我們這個在育成創新上面 一個很好的成績 所以我們也希望它這一種好的成績 可以分享到我們這個城市裡面 讓我們喜好巧克力的朋友們 能夠有一個最好的選擇 來這邊品嘗 自己製作 自己這個了解我們巧克力甜點美食 好 品特的味道 這是要磨嗎 對對對 連磨 對 連磨 就是簡單的把它給做出 然後把可可豆 就像磨中藥這樣 對對對 然後磨到非常非常的細 然後磨開的裡 這個就是巧克力豆嗎 對 這是可可豆 就是巧克力豆 經過大概 可能要磨這個 磨個大概十分鐘到二十分鐘 讓它變成是比較細緻一點 純的啊 對 變成是刀狀 就是像是有點類似 像是這邊這種 就是我們平常常看到的 這種巧克力的狀態 就是一種 天神的食物巧克力製作 等你來體驗 好